为什么我们要用十几年最好的青春去准备一场残酷的考试 到底什么是内卷 我们真的在内卷的困局中无路可逃吗 我是曼氏 家乡四县小城 在十几年的内卷挣扎后考上清华 却又在清华被打击得一度接近抑郁 我的公众号文章让内卷这个词第一次变成全民皆知的显学 经过大学七八年的阅读、历练和沉淀 我将回答这些曾经困扰我 让我极其痛苦的问题 视频有些长 但每一分钟都值得 我将在这个视频里冷静地解破我们的文化、历史和社会 高三考生建议收藏高考之后再看 前两个月有一个肝偶男孩的视频横火 一个男生带领着全班宣誓 可能是口号喊得太过激昂 到了结尾时一度有一些肝偶 在当时引发了很多反响 有人觉得好笑 有人觉得心疼 在面对高考这件事情的时候 学校、家长和社会总会摆出一份很强硬的面孔 逼迫我们以苦行僧一样的方式折磨自己才能够安心 比如说你看看这些标语 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 生前合必就睡 死后自会场面 这样的标语有很多 甚至形成了我们独有的一种文化景观 成为所有中国人共有的青春会议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干偶男孩和这些标语 其实流露出一种深刻的暴力和客气 而年幼稚嫩的我们在不知不觉之间 默许了他侵入我们的生活并进行霸凌 甚至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斯德哥尔摩 综合征一般崇高的牺牲感和自我感动 他的暴力之处在于 否定了生活所有其他的目的和意义 一个18岁的学生 他的整条命都是为高考而生的 学习和准备考试是唯一被允许的事情 剩下来吃饭睡觉上厕所什么的 纯粹都是为了活着 所以某中学要求学生们每天五点多起床 跑操 晚自习不允许抬头等等 说实话监狱也不过如此了 我当年一直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疑问 一个青春年少充满活力的18岁的生命 为什么要这样卑微痛苦压抑的活着 凭什么 不只是学生啊 高三的家长和老师也成年处于一种 极其紧张的作战状态 之前有个新闻 为了孩子的高考成绩 有的家长隐瞒父母的死讯 还有排成人墙来封路互考 或者将消毒剂喷到池塘里 毒死那些制造造声给考生添乱的青蛙 从学校到家长 再到学生本人 整个社会如灵大敌 战战兢兢 这些看起来十分魔争的行为背后 其实有一个简单而又残酷的核心 在家长和社会眼中 高考成绩等于人生命运 每浪费一分钟的学习时间 高考就可能会少一分 高考少了一分 人生就低了一等 所以那些拦路的家长 并不觉得自己是妨碍社会 而是守护孩子的人生 学校每周让学生做山一样的卷子 也不是暴力的干预学生的生活 而是对他们未来最深切的负责 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也是围绕高考出现这么多极端 夸张行为背后最核心的密码 雪铃铃的竞争 残忍的既有主义 狭窄到令人窒息的生活和意义 一切都源于这一点 高考是一场决定人生的考试 高三的那种压抑 和对于失败的恐惧 相信每一个经历过的人 都刻骨铭心 我即便在已经入学清华六年了 还是会经常做梦 梦到自己回到了高三的课堂和晚自习 然后在压抑和恐惧中惊醒 最后发现自己是被被子蒙住了头 喘不过气了 然而回到前面 高考决定一生这一句话 在当年这个时代真的如此吗 是什么造就了这种 集体无意识的心态 情怀和想象呢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科举 中学历史学过 科举创立自唐朝 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的1905年才结束 但是科举真的离我们远去了吗 去年的这个时候 我在南京参加暑期实践 南京的江南贡院 就是曾经中国最大的科举考场 旁边有这么一间科举博物馆 我进去逛了逛 感触真的很多 如果你也认真转完一遍之后 就能深刻的感受到 很多我们以为是今天才有的活动 事物以及情节 原来历史是如此的悠久 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准考证和考场用品 当时的科举也有 以前的科举考试不像今天 半天就考一门 两个小时就完事 古代的会试 是要关在一个砖头砌成的小房间里锁起来 吃喝拉撒全在里面解决 整整没日没夜的写上好几天 然后交上一份打卷 所谓富凳提栏浑四盖 过堂呼号直如球 所以需要自己带上灯点心等等 这些都是家里人贴心准备的 像不像家里人给你收拾高考的笔袋子 这些点心往往是高点 去高中之意 高点上还会有吉祥的寓意和祝福 比如说有的会在上面印一个状元的字样 有的高点上则有状元骑马缠工折柜的图案 或者是一个莲花象征着莲中三元之类 我就想起我小时候期末考试 爸妈经常早餐让我吃一个油条加两个煎蛋 寓意考一百分 现在看来也可以是一个 算是追溯很久远的习俗了 不只是考场生活上的小细节 古代虽然技术落后 没有今天这样先进完善的电子系统 也没法用电铃通知所有考场统一发卷 但是为了在最大程度上保持公平 古人想了很多方法 比如说就是这个江南贡院的乡士 他们就会在考场中央竖起高高的柱子 挂起不同样式的灯 不同的灯就表示不同这样的信号 各个位置的考官都能看到这个灯 然后看到不同形状的灯 就知道应该发卷还是收卷 乡士要求必须在本地报名 为了避免有考生串到其他地区 钻资源的空子 还有一个审音制度 通过听口音判断你是不是本地人 进考长也需要带准考证 全身上下搜查 笔馆不能是空心的 避免夹带小抄 写好的试卷还会被人用红笔腾抄一遍 防止你利用特别的字体和笔画记号 给考官打招呼等等 看到这些你就能感受到 科举作为封建国家人才选拔的重要制度 古人克服重重困难 在制度设计上极力用最简陋的技术条件 确保着最大的公平 除去这些细节之外 我觉得今天的我们可能最有共鸣的 就是考试出成绩之后的那种种活动 我们都看过犯禁中举 中了就疯了 你中了举人想象一下这个场景 有官差派高头大马来到你的小乡村破屋头 贴上这么一张大大的捷报 还有红色的亲命细胞 贴在墙头敲锣打鼓 一时间荣耀相礼 这份激动的情节和仪式感 就像今天发清华北大的录取通知书 学校贴横幅一样喜情 今天的我们依然能够体会得到 不仅如此 明清时期的科举放榜后 还有陆明宴穷明宴这样的宴会 陆明宴里之前科举高中的学长 还有当地的官员们会在巡抚衙门 请你吃饭喝酒 吃完还要一起跳舞 叫做魁心舞 你想想看 哪怕你之前就是个纯纯的屁民 现在就能和大老爷一起吃饭 饮酒跳舞 这是何等的荣耀和面子 今天我们的谢师宴 以及很多县城还会有领导 请那些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吃饭 很难说不是这种传统的延伸 有关科举有趣而又充满熟悉感的细节 还有很多 我并不是一个研究科举的专家 在这里不多赘述 但相信讲到这里 你已经感受到了儒家文化浸润下的社会 心中深深种下的那种情节 朝为田舍郎 目登天子堂 这种苦心耕读之后的这种 愉悦龙门的愉龙变化的期待和喜悦 横贯千年 在我们的文化和社会心态上 达上了以太深太深的烙印 很难割舍 这也就是直到今天 长辈常常劝我们面对高考的时候 要对自己狠一点的终极理由 因为自古以来 考好了出人头地 人生平步青云 考不好呢 人生完蛋 科举作为传统封建社会 唯一正统且平等的阶级提升途径 对于底层人民的重要性无可比拟 在古代 一旦科举成功 其带来的社会地位和利益 是超乎我们今天想象的 你想一下 只需要写好一篇锦绣文章 中了举人 那么就可以当上今天处干部的县委 享受国家补贴 以及免税免摇役的特权 同时因为封建社会的一切 都是围绕着官员权力展开的 无数的下级官员会为了寻求硬币 送上钱财和好处 就像犯件重局里 一直瞧不起犯件的岳父 糊涂糊一下子都变得战战兢兢 毕恭毕敬 其实在古代 如果科举真的你取得了功名 连找老婆都不用愁 古代常有绑下招序的传统 很多父亲会直接在出成绩 当天在绑下选择自己的金龟序 古代学子称自己的名字上榜 叫做登科或者说大登科 与之对应的就是小登科 说的就是新婚 所以可以这么说 一场考试考好 从此人生无忧 春风得意马蹄吉 一日看尽长安花 知道了这些 相信你也就不难明白 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文化里 对于考试会这么痴迷和狂热 关键呢 还是在于 它背后承载着巨大的经济效益 社会地位 人生价值实现等等一系列切实的利益 这样成熟完善的科举考试制度 客观来说的确是中国一项伟大的发明 它为底层子弟提供了一条永远存在的道路 并且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公平 使得有才能的人可以获得更好的资源 发挥自己的能力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高三标语 如果没有高考 你怎么评过富二代 可是代价是什么呢 这种千年的考试制度 给社会积极心态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它们曾经和社会封建制度配合的很好 但如今却带来了很多问题 第一个 就是造就了我们对于知识极为功利性的态度 所谓学而优则逝 在这种把文化水平写作能力 和世俗权利经济地位直接挂钩的 基因利基制里 整个社会对待知识的态度 是高度庸俗且功利化的 学习知识 不是为了这个知识本身的价值 而是为了赚钱 让自己过上好日子 再收获一个人上人的地位 只需要应试 对付过了考察 获得了利益 那么知识本身就可以抛在一边 这种思维习惯深入人心 比如说 每次出现崭新的科学进展 比如说引力波 人工智能的时候 都会有人出来卖科割韭菜 又比如说 我们学术圈有广为诟病的水论文传统 有一堆吹牛 却没有实质价值的科研项目 其实都可以见到这种 对待知识和学术功利态度的印子里 在科剧博物馆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 我逛完了所有的展区 立马就出现了黄金屋和新婚洞房 也流露出我们的这种心境 这就引发了第二个问题 逾越龙门的科举心态将高考作为新的替代品 然而高考本身却越来越承载不动这份跨越千年的沉甸甸的寄托 曾经的科举可以直接决定一个人的官职 影响家族的荣耀 在封建时代几乎可以保证衣食无忧且高人一等 而现在的高考却很难为竞争的优胜者提供这些 诚然高考的成绩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能够进入哪一所大学 而这些大学的品牌又在社会上被广泛认为是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 所以家长和学生会不惜一切代价投入巨大的时间资源准备它 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多元化和职业选择的增加 高考成绩越来越不再是未来职业成功的决定因素 因为高考仅仅衡量了一种文化课水平 就算贫切出色的高考成绩进入了一个好的大学 选了一个不好的专业或者碰上了行业寒冬和时代下行 在大学阶段又没人指导职业 微化错过机会等等都会使得人生茫然无助 专业技能缺乏 去公司变成苦逼打工人 甚至毕业及失业 这些例子即使在清华北大都屡见不鞜 相信很多坚信辛苦一年改变一生 那些平国民的高三学生 在经历过那些荣耀又梦幻的暑假之后 浑浑噩噩四年毕业 最后才发现老师和家长许诺的美好人生 却迟迟没有兑现 科举心态带来的第三个问题由此显现 而我认为这是所有问题中最隐蔽 最广泛影响最严重 却也最难解决的 我把它叫做空心病 很多学生进入大学之后 立刻会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 那就是迷茫 像下过雪大地一样的迷茫 我该做什么 我适合干什么 这个专业的支持我好像不是很感兴趣 社团要不要参加 这个学生会那个协会 还有各种计划 要不要试试 女朋友要怎么追 为什么一表白人家就不理我了 科研该怎么起步 实习找什么好 社会实践应该参加吗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迷茫 本质上 身为一个小镇作题家 从六岁到十八岁 整整十二年的青葱年华 我们会什么呢 我们除了作题 什么都不会 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套作题的模板 去分析诗歌剑赏里的意象 但却不知道怎么和女生不卑不亢的聊天 我们解得了圆锥曲线方程 却根本解不开自己的兴趣和擅长 不知道怎么去和各种社会部门打交道 更不知道应该怎么一步步规划职业 培养那些社会上有用的能力 无数学子和我一样 连大学专业都是在初分到田之院中间的 那一个星期疯狂打听在草草决定的 由于父母学校和社会 学生个人都在以一种看待科举的习惯来应对高考 觉得考好了就万事大吉 所以像我这样来自于教育资源匮乏的底层学生 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文化课的学习中 放弃了大量的兴趣爱好和休闲时间 仅仅只是为了能够来到大学学习 为了这一点 小镇做这家就已经竭尽全力 这造成了他们大量其他基本技能的欠缺 而且如果只是知识和技能方面比较欠缺 那么到大学再补也没有什么问题 科举心态带来更严重的问题 在于把奋斗目标长期单一化 这种唯一的目标和人生意义 虽然看起来残忍 但实际上危害更大 因为它会把形成个人价值的这件事情 完全交付给官方考核 这是一种猪肉思维 就是永远把自己当成一块猪肉 把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当成生产的流水线 猪肉不知道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他会觉得自己既然只是一块猪肉 那他的目标就只是在出口的位置 被盖上简易合格的章 符合家庭社会的凝视和期待 小学的猪肉印章是上中年初中 初中印的章是中考 高中印的章是高考 本科印的章是考研和工作 接着就是研究生学为工作 晋升结婚买房生孩子 生了孩子之后 再为孩子操心他的崭性猪肉流程 你发现了吗 具有猪肉思维的我们处在一个永恒的循环中 我们一直都在追求上岸 因为我们随时都在溺水 在社会和家庭的熏陶和催促下 每一个阶段的我们都处于惶恐不安的追逐和辛劳之中 淹没在汪洋的人海里 磨练技术 比拼考试 生怕自己被淘汰 拼命的在出口处 努力盖上那个合格乃至于优秀的印章 然后顺利进入下一轮流水线 我们一直在焦虑的疲于奔命 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自己的兴趣是什么 个人的价值应该如何得到最大程度上的实现 因为潜意识里的我们早就已经默认了 身为一块猪肉除了在出口获得那个官方印章之外 还能奢求什么呢 一旦在这个流程中失败 感受到的就是五雷轰顶一般的前途崩塌 人生毁灭 这种心态 追根溯源 最早就来自于学生时代长达12年的PUA 他简单化的将人生的一切希望寄于高考成功上个好大学 并认为之后的一切都会豁然而解 从而形成了一种依赖官方标准来构建自我价值认同的习惯 必须要在官方规定的赛道里超过绝大部分同龄人 他们才会感到安心 觉得自己是一个优秀和有前途的人 前些日子清华大学的甘阳教授发了篇文章 说发现最近几年大学生过得越来越紧张 未老先衰 上海财经大学的教授也说 世界仿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高中 学生对大学的浪漫主义消失了 其实很大程度上 就是因为在就业考研的出口压力增加的背景下 这种科举式的猪肉思维大规模泛滥的结果 学生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该干什么 只能习惯性的找到那个类似中学时期高考一样的盖章出口 比如说GPA 奖学金 社会实践和社工职位等等 然后继续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 去打磨自己的技术 为官方的瓶颈标准去继续献祭自己的人生 讲到这里 我们终于可以谈谈内卷这个话题 大家可能不太知道 内卷这个词最早出圈爆火 是在2019年底到2020年初 而当时把这个词从小众调侃带到大众事业 并引发之后连锁反应的 正是我本人当时写的一篇文章 潜谈清华学风课程内卷特讲 这些年来 内卷这个词已经被大家所熟知 我也亲眼见证了这个社会学的学术名词 是如何在传播中被不断曲解的 所以什么是内卷呢 很多营销号塑造的内卷 是为一个目标拼命却又麻痹他人 比如说半夜在被窝里看书 天天和同学说自己打游戏 稍微深入一点的会说内卷是恶性竞争 比如说论文要求3000字 大家却都写到1万字 写不到就没有好分数 于是所有人都被逼着写了原来三倍的字数 再读过一些书的人会说 内卷是存量竞争和无意义的内部消耗 大家越来越辛苦 但是总量却没有增长 他们会说黄宗志的华北的小农经济 与社会变迁首次提出内卷化 他将内卷界定为没有发展的增长的经济状态 比如说剧院里有人为了看演出 能更清楚选择了站起来 这样就逼得后面的人也站起来 最终所有的人都从舒服的坐着看电影 变成了站着 但是他们看到的电影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 但其实这些都不是内卷真正的核心 内卷的核心根本不在于过度努力 恶性竞争或者是囚徒博弈 如果你对内卷的理解也停留在这个程度 请你认真听我接下来说的话 内卷的本质是魔石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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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回头看看学术上是怎么定义内卷化的 人类学家格尔茨在分析爪哇岛的农业时发现 有很多岛屿上的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上之后 它整体的技术和模式上就停滞不前 只能通过不断的堆积更多的劳动力 在更多边边角角的土地上用更辛苦的劳作 去提升微薄的产量 而并没有像其他岛屿那样 引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减轻人员的劳动压力 种植更多的出口作物来获得收入 格尔茨由此将这种基本模式不变 人力不断投入的情况成为农业内卷化 并被后来的黄宗制借用 但其实格尔茨自己也只是借鉴 内卷化这个概念如果进一步追溯到起源 来自于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威泽 他用这个概念来描述一类文化模式 他达到了某种最终的形态之后 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 也没有办法使自己转变到新的形态 只能不断的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 他举的例子包括毛利人的装饰艺术 这种艺术的特点是复杂精细 使得整个作品充满了装饰性 但是如果你仔细分析作品的要素 就会发现它的数量很少 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个花纹排列组合 再比如说后期的哥特式艺术 其基本形式已经固定 所以只能在华丽这件事情上 不断的雕琢和堆砌 从这个角度延伸出去 我们就不难明白很多我们所谓的内卷 它背后的关键到底在哪里 无论是同类视频up主 在一个赛道里竞争 又抑或是所有人把3000字的论文写到1万字 其实背后都暗含着一个同样的被忽略的要素 那就是做这件事的所有人 他们的想象力都僵化和禁锢了 就像质子锁死人类科技那样 想要论文写出高分 所有人能想到的方法几乎就都只有堆字数 想要视频数据好 那就只能想到去复制那些 已有的成功的选题和账号风格 因为所有人的思维都被压缩和禁锢在同一个维度 同一个赛道里能想到的都是怎么复制经验 怎么去打磨那些同质化的技术水平 最终的结果当然就只能是拥挤不堪 所有人的模式都差不多 每个人打磨的都很辛苦 但整体效果没有提升 甚至下降 所以大家经常用来描述内卷的剧院里站起来的例子 其实是非常有误导性的 因为在这个例子里 如果前面的人站起来 后面的人想要看到演出 除了自己也站起来 的确没有其他的方法 而这种在定义上默认解决问题的思路和竞争的模式 都是单一的 才恰恰是我们前面所说内卷的真正核心 模式僵化 知道了这一点 再回头看之前所说的空心病 我们就能恍然大悟 为什么我们这么迷茫 因为在反复的宣传警告和惩罚中 我们对人生的想象力被锁死了 失去了脱离标准化的人生预定规刀的勇气 我们都知道normal是正常的意思 但它词根上norm的含义是模具 所以任何一个人说某个东西是主流的 正常的 应该的 它的本质上都是拿着模具 勒令我们套进去 变成他们想让我们成为的样子 久而久之我们便真的不敢超越这个norm一步 千军万马过那条独木桥 我会想起我自己在大二大三的时候 过得非常痛苦和焦虑 根源上正是因为没有解开这种长久内卷 环境下养成的空心病 从小到大学习是我最擅长的事情 也是我自我认同的重要来源 但是像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 把育群高中从来都没有跌出过前十 考试除了语文和英语作文 都不能忍受自己丢分的人聚在一起 其中注定会有70%的人 不是前30% 将近一半的人达不到平均分 这对于他们来说会是多大的痛苦和打击 我就记得当时有好几门硬件电路课 我好好复习 但在考场上面对着卷子 有一半的题目根本做不出来 或者没有时间算 到交卷的时候 我几乎快要哭出来了 最后拿了个C加 大概相当于68分的成绩 从小我爸妈对我的期待是很高的 如果中学时期我考了这个成绩回家 我爸妈是能罚我跪着饿肚子 我当时的感觉整个天都塌了下来 我想着这几门课学分很重 将会拖累我整个大学的成绩 基本上宣告了我的祭典 将永远处于班级的中下游 这将进一步意味着 我无缘各种对成绩有硬性要求的 奖学金评选和计划 我就接着往下想 那这样子我恐怕保研深情也会没有希望 找工作室也会低人一等 就这么漫无边际的想下去 我顿时觉得我整个人生因此灰暗无光 解门课程的事物就这样葬送了我的大好前程 我觉得痛心疾忱 可是我真的已经竭尽我全力去学那几门课了 内容实在是太多 上课老师没有讲明白考试考得又多又难 我是学渣这四个大字在我心中反复回答 我当时整个人的心理状态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觉得生活中的一切都没有意思 每天睡不着觉起不来床 回避各种社交活动 和父母打电话时还要打起精神 伴着笑脸防止他们担心 最不是滋味的就是回到农村老家 外公外婆和乡亲都说 哎呀这是清华的高材生 以后肯定能赚大钱当大官 但只有我自己在心里痛苦地回想着 我这一辈子已经完了 当然六七年过去 如今的我肯定没有像当年设想的那样 整个人生完蛋 我自己经历了好几年的挣扎 努力和心理咨询最终走了出来 但回想那段时光 我还是感慨万千 我并不是在考试中从来没失守过 而且自认是一个心理承受能力不差的人 但是为什么当时我感受到 那么深切的焦虑绝望和抑郁呢 原因正是身为做题家的我一路走来 已经把自己人生的希望 未来个人的价值 全部都寄于考试成绩之上 尽管当时口头上说自己不在乎 可是潜意识力的我却非常恐惧 在官方的评价标准里落后 乃至于失去竞争资格 这就是内卷给我带来沉重的空心病 我后来才知道 在各种高校里像我这样的人不在少数 很多没能挺过来的人就走了极端 而外界对他们的评价只有一句 没吃过苦 心理素质太差 不能承受挫折 所以有很多人问我 那既然如此 我们应该如何破解这个内卷的困局呢 首先负责人的说 内卷的困局里有很多是我们个体无法改变的 例如顶尖高校永远只能招不到1%的学生 就业压力很大 僧多周少 想要解决和改变这些问题 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个体单独能做到的 必须要整个社会的资源 机会变得更加充裕 才能在根源上解决每个人获得更好结局的问题 但是呢 这并不代表我们束手无策 我不敢在这里说给大家提出建议 只能说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在内卷泥潭中挣扎的经验和体会 来作为这个视频的结尾 首先第一点 人生如旷野 从当年的绝望走出来再回望过去 我发现这个世界的广阔 其实远远超出那是我的想象 很多时候我们被骗了 相信人生只有那一条狭窄的独木桥可以走 只有那一条路才能有想要的人生 于是在那条拥挤的独木桥上困住了自己 真实的人生可能性其实非常广阔 小学的时候啊 我们忘记带一个红领巾被罚站 都会觉得大难临头 所以很多我们以为当时会毁灭自己的灾难 回头看来 这是一个唯一不足道的小砍而已 内卷的核心既然是禁锢我们的想象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打开它去解锁无限的可能 第二 扣问你自己 想要解决空心病 我们需要找回自己真正的热爱 找到自己真正擅长的路 也就是那个叫calling的东西 而不是在糊里糊涂中 把他人他者的期待当成了自己的目标 甚至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这种目标是整个社会都信誓旦旦告诉你 应该这么做的 著名的哲学家阿尔都塞说 我们无往不在意识形态的笼罩和欺骗这种 有个广告里说 爱他就给他买哈根达斯 把物质的商品和高尚的爱情绑定在一起 让每个不买哈根达斯的人都背负上不够爱的责难 这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认知意识形态的塑造 类似的还有优秀的人都会加入学生会这样的话 我们也许可以轻易识破这些商业社团的轨迹 但却很难摆脱 不好好学习就是荒废人生 成绩落后就会饿死街头的规训 但希望你能够明白 这些本质都是一样的 有人告诉你只有一条路是康庄大道 其他的路死路一条 很有可能只是他在这条康庄大道的终点 设了个收费站而已 如果你还为自己走不上这条路而哭泣 那不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吗 当然了 我这里的意思绝对不是说 大家都不用好好学习 也不用在意高考成绩 所有说考试很重要的人都在骗你 前面我们也说了 客观上想要从我们的社会规则里 获得机会和资源 高考的确是唯一公平且不可或缺的路径 无论在哪里 教育和学历都是改变一个人身份和阶级最好的方式 但是从大学往后的很多路径 比如说科研考工竞赛社工等等 都不再对你来说是一个必须的选择 你一定要搞清楚究竟是你想要走这条路 还是这条路需要人头告诉大家都应该走这条路 这样你才能避免在随大流的过程中 不知道自己要去向何方 在忙忙碌碌当中 不知道自己这么做有什么意义 用自己的生命献祭给他人的目的 第三 做艺术品不要做工业品 工业品的核心特质是标准化流程化 所以选择做一个工业品会很方便 因为有很多经验贴 有很多人陪着你一起打磨 而且是官方出路令人安心 但是工业品的另一个反面就是易于替代 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两条腿的牛马满街跑 身为一个螺丝钉一样的工业品 你倾尽全力的结果 无非就是标准化的指标能够比他人出色个5% 随着零件的老化很容易就被优化掉 彼时的你除了当一个螺丝钉 什么都不会 更已经无力去寻找那个真实的自己 因此在扣问自己内心 找到自己真正所爱之后 要尽力成为一个艺术品 艺术品的核心是具有鲜明的个体特色 某一项特质能力极其出众 因此是不可替代 不可复制 而且一定要明白这件事 成为艺术品的过程并没有那么简单 相反却需要很多勇气 你需要志向清晰 果断大胆 因为脱离工业品赛道会遭到大量的非议 尤其是那种相怨式的看似为你好的规券 本质上却是用一种隐形的强势 否定你合理性的根基 你要坚持自己 成为艺术品同样需要大量的努力 而且最关键的是 这些努力是没有前人的经验可循的 你需要自己探索规划 打磨独属于你的这一个艺术品 它还会占用你成为一个基本工业品的时间精力 让你在工业品的传统赛道上落后 你要有勇气接受它 回报是 身为一个艺术品 你在打造自己的过程中 感受到的是充实和快乐 努力也没有被卷的痛苦 运气好的话 当这个艺术品真的焕发出光芒的时候 它不可否认的能力会成就 会让这个社会还给你一切 艺术品的价值是没有上限 而且是不可替代的 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零零碎碎说了将近一万字 里面有我自己的血泪史 希望能够帮助更多身处内卷困局的人 漫视陈思路 血海引路不辛苦 我们下期再会